新竹车站因为位处于我们市中心 这个地方寸土寸金 而且有非常多的旅客在这里上车下车 所以过去这个地方可以说交通非常的繁忙 但是也因为缺少整体的一个规划 所以这个车站面临了四大问题 过去我们的大客车还没有转运站之前 我想我们现在这个新竹客运的这个许总经理也在现场 他们就最了解 以前这里只要在假日期间或者是大客车发车的时候 都会造成这周边交通的一个堵塞 交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充分的人车动线的一个规划 所以造成这个人车中征道 另外一个就是景观的问题 我想在座的议员里长居民大家都最清楚 大客车都还在这里 还没到后站的时候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大客车把所有的车道都站满了 所以七机车通行都非常的不便利 那经常会有这种人车征道 或者是机车跟大客车征道的情况 那昨天我听了他简报之后 我真的感受很深 市政府可以负责的 可以邀请专家 可以结合议会 地方的里长共同做的 那一步一脚印 一个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这样结局 你看这个火车站 开启了火车站的改造计划 解决了地下道的漏水 然后民众不敢走近 是街友聚集的地方 甚至是犯罪的地方 那么也解决了护城河没有水 是一个公共危险的区域 那也解决了新竹市的中央公园 甚至于呢 每一项建筑呢 那个围理也给他改变了 本来是市民最不耐的 变成市民最期待 那路平那更不用讲 那我说林市长啊 他担任这个城市 这个大家庭的 这个媳妇的角色 真的是做得很感兴 你说对不对 对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